台商遍布世界各地 追求的当然是以更低的成本成就更高的竞争力 台湾的友邦非洲史瓦基兰 也曾经是台商大举投资的地点 尤其是纺织业 看卷的是美国提供给非洲国家的免关税优惠 经过了几年的摸索奋斗 不少台商都已经颇有规模 但没有想到却在去年遭遇到重创 因为美国突然决定取消了史瓦基兰的出口关税优惠 这让大部分的台商撑不下去了 他们选择撤场另寻活路 但是呢也有台商打死不退 继续留在非洲 结果反而开创出了事业新蓝海 究竟他们是怎么办到的 民事一言堂记者沈亚文、谢孟甫前进非洲大陆 带您看台湾人在当地打拼的故事 周五傍晚安静得有点荒凉的史瓦基兰工业区 周五傍晚安静得有点荒凉的史瓦基兰工业区 像是突然活了过来一般 路边土雾底出现一个小市集 等待客人的上门 隔州的星期五 探犯们就会自动在这里聚集 因为这两天是对接这个大工厂的发行日 每个部门的小组长前来领取大家的薪水 确认之后还得签上大名 以示负责 旁边这两位大组长紧紧盯着大家的一举一动 门外赫枪的警察则是从中午会计部门署薪水开始 就在一旁守着 层层的监督就是要确保大家的薪水 能够稳稳落袋 避免任何闪失 因为当地金融系统不普及 透过提款机领钱得扣不少手续费 对工人来说实在不防善 开心数着领到的薪水 一分一毫都是辛苦钱 像是怕有错误一般 一数再数 两个礼拜才挣得一千元史币 换算台币大约是两千两百元 这样的薪水在当地 算得上是不错的收入 拟了薪水的员工下班了 市集也跟着沸腾起来 此起比落的叫卖声 卖的是鸡蛋 水果 熟食 跟部分的日常用品 只有领薪水这一天 手头比较宽裕 能够多买一些吃的回家 在非洲的十瓦寄篮 一份薪水平均要养活五到八个人 这个发行日是急 这几年随着工厂的壮大 也跟着越来越热闹 当地朋友告诉我们 以前小贩们做生意 只是推着推车前来 现在都开车来了 工厂养活了员工 无形中也改善了小贩们的生活 而这家大工厂 来自遥远海洋的另一个小国 台湾 两个不同颜色的刹线 交织成一块横条纹的布料 这在纺织业发达的台湾 或许是相当常见的技术 但是在南部非洲 这可是独门生意 因为整个南非市场 是没有其他的 工艺商可以做这块布 那只有我们南韦 所以这是南韦在南非 很强势的一项产品 同时这个机器 是从我们台湾来的 脸上有着骄傲的微笑 许多台商都是这样 拎着皮箱 带着没得引台湾的机器 天涯海角去闯荡 戴贺亮是台商 在史瓦基兰的总经理 在当地工作 已经有五年 掌管八个工厂 而在此之前 他同样是离乡背景 在墨西哥待了七年 走在戴贺亮旁边的 正是从台湾飞来 史瓦基兰巡视的老板 林瑞月 他的事业版图 遍及亚洲 美洲及非洲 谈起成衣产业 从事这一行超过三十年的林老板 感慨地说 自己就像个游牧民族 做成衣好像是猴鸟 猴鸟生意 每道像游牧民族 有时候足水草 足有力的地方 就生存在那地方 所以为什么台商的成衣 一直全世界到处跑 现在反而造成的台商在世界上 服装生产力是很高的 成衣生产力是很高的 在史瓦基兰大概已经来多少年 十五年了 对对 十五年很长的时间 从2001年开始 这家台商纺织厂 就在邦交国史瓦基兰扎根 当时的美国 为了促进 沙哈拉沙漠以南的经济发展 通过非洲成长即机会法案 简称AGOA 加入的国家在原油 农产品 纺织品等众多项目上 拥有关税优惠的待遇 史瓦基兰也在其中 许多财商看到商机 开始大抵投资当地产业 而纺织业则是最大宗 如果你这些国家 出口到美国的产品 它种类很多 差不多有6400样左右 就可以享受免关税出口到美国 那因为你出口到美国的成本低了 在美国市场就有竞争力 旅居史瓦基兰三十年的 台商会秘书长张万利 原本在当地是从事钢铁生意 异乡打拼多年 不但拥有丰富的非洲经验 也跟当地员工们 建立起革命情感 九年前 张万利看到AGOA的利多 也投身纺织产业 她这家工厂 专做品牌的穷银代工 销往美国 对我来就是人生的一套转机吧 我本身也不是学生一行 我从开始我是做修理配件的 那我现在是从八 从九年前我现在在投入纺织业 因为不懂纺织 张万利和别人都认真 一个礼拜至少工作六天 现在工厂里每个员工的工作内容 她都了若之掌 出来就是要辛苦一点 你要比人家要做一点时间 你才有办法去走得下去 你要跟一般人同样的统整时间的话 是没有办法能够比人家会好一点 一个人在异乡打拼 注定要比别人辛苦 但她现在的纺织场 已经能够提供五百个工作机会 我们到访这一天 门口聚集了不少当地的民众 通通都是年轻女性 有人看到镜头 马上害羞地闪避 也有人大方跳起舞来 一问之下才知道 原来是张老板贴出了招募员工的告示 你来到这里 我需要工作 你需要工作 变请一个当地劳工 跟台湾比成本相对低廉 然而对台商来说 要在一个原本没有纺织业的国家里 寻找适合的人手 其实一点也不容易 这一部分 就从外面召进来等于是训练的 从外面啊 就刚才从门口召进来的 一整排年轻的女孩 坐在从来没有看过的裁缝车前 只能够从最简单的平车技巧 一步一步学起 封了好几回 老是歪歪歇歇的 只好拆掉再重来 一连失败了好几次 女孩似乎相当沮丧 面对记者的询问 表情也显得僵硬 低下头 她继续认真地练习 希望这真健活 能够成为未来生存的工具 台商在史瓦季兰 俨然开拓了一条仿制的新道路 在工业人口仅有十多万的当地 二十家台湾厂商 合计聘请当地超过一万五千名员工 然而好景不长 2015年 美国通过新决议 将史瓦季兰从AGOA国家中除泥 出口美国免关税的优惠 一期之间被取消 因为美国这个 如果你没有AGOA的优惠 关税待遇的话 它克里的成一的这个 关税比例 从15%到32%不等 所以在美国市场就没有竞争力了 免关税优惠取消 形同成本大大上扬两到三成 以出口美国为主的客户 纷纷取消了代工订单 对当地台商带来一波大海啸 我们的营业是差不多 两亿五千万美金 整个单位 那一下掉了四千万 其实是很大的 所以我们去年是有受到很大的影响 史瓦季兰的经济 因此 遭到重创 连带也让当地的台商不得不思考 如水草而居 扯迪离去 几乎大部分的台商 在这时候都转移了阵地 或者就直接就回去了 出口美国的订单被取消 当时不但重创公司 也引起台湾方面的关注 林瑞月第一时间 为了止血 先关掉了一个工厂 忍痛裁员 我记得 AGOA去年要在谈判中间 可能会被取消的那一段时间 我还跑来这边跟见美国的代表 跟他们谈 那一直到谈判失败的时候 那个真正被取消的时候 那国王要召见我们 那问我 你会不会撤资 林瑞月在史网寄来有超过5000的员工 他的动向 将大大牵引起国的经济发展 他本就有20%到30% 现在还是失业力那么高 你算上我们说我们是5000人 4000多到5000人 他这边的社会社会的一个生态 是一个赚钱的要养8个人 那也说这会影响到他将近4万人的一个生机 我说以我们的情感因素 或以我们现在所扎的根 我是没有理由撤资的 不撤资 考验的就是公司的体质够不够强健 另辟战场 另寻订单的能力够不够强悍 索性林瑞月在史瓦寄来 打从仿杀 染整 成衣 造包装 都已经是完整的一条龙体系 失去了美国市场 他们转向了内需正在快速成长的非洲大陆 第一个目标 就是减零史瓦寄来的南非 所以我们现在的政策就是 我们努力的去再把内销再加大 因为整个以南非来讲 我们是最有筹码一直在加大的一个公司 因为是一条龙 林瑞月的公司 现在已经是南部非洲市场的成衣龙头 曾经遭逢AGOA的重疾 他们不仅不离开 未来还打算以史瓦寄来当成基地 继续拓展内需市场 然而这个广大的非洲地区 仍旧面临许多考验 其中最严峻的就是饥荒问题 过去一两年来就是一直受到这种声音现象的影响 所以他们现在政府自己的统计 大概全国120万人口当中有30万人 是处于在这个饥饿的状态 差不多四分之一的人口 那当然这些主要都是在偏乡地区 一个一个借力将货物搬下车 这些全市台商所提供的正债物资 这样的政绩活动已经连续10年不曾间断 那今天我们捐赠的物品是包含了有毛毯 还有这个玉米粉 另外就是衣服 还有就是早餐 基本上就是衣食住了 那在这里的老百姓的话 那他们是很缺乏这些的物资 接过政绩的物资 这位太太开心全血在脸上 甚至以当地的舞蹈表示感谢 让现场的工作人员 也感受到她酒汗逢甘霖的喜悦 在这里装吗 这位奶奶也是开心的蹦蹦跳跳 一路说着谢谢台湾 老先生则是站躲着双手 奋力将物资扛上肩 最后露出了一丝微笑 微笑与感谢的背后 是长期旱灾带来的严重饥荒 贫苦与饥饿令人担忧 第一次就在说我去背东西 带了一百多人去医工去挣灾 那时候觉得很高兴 我的功能更高兴 因为他从来没有想到说 他们一天可以回过来去帮人家 来自台湾的纺织商 从一开始为了生存 转战十瓦季篮 经过严重亏损的危机 到现在和当地形成一种 相互依赖的共融关系 不只是为了奴力而来 也为当地注入经济佛水 期待有朝一日 在十瓦季篮的每一张脸 都能挂着笑容 在十瓦季篮里面 在十瓦季篮里面 在十瓦季篮里面